2012年11月8日 是跳水皇后郭晶晶 与著名商业妇亨霍启刚 举行婚礼的日子 这两个人堪称是一对狼才女貌 女的是跳水项目的长盛将军 男的是企业精英霍家的阔哨 这两个人是如何走到一起的呢 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视频 都说夫妻结婚时间长了 那么感情就会不如之前那般甜蜜 可是在娱乐圈中有着这样一对夫妇 他们从始至终都是十分爱的 之前郭晶晶过生日 霍启刚为自己的爱妻准备了生日蛋糕 从两人的合照中我们能够看出 两人的感情是相当好的 说起来 两人从相识到结婚已经十几年了 很多人口中的七年之坎 在他们身上仿佛并没有看到 每次两人一起出席活动或者外出 火器刚都会拉着郭晶晶的手 很多人都认为 两人这是在秀恩爱 其实事实并非如此 至于原因 就要从头开始说起来 郭晶晶出生在河北宝定 父母为了让挑食的她 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便将六岁的她 送到了河北省集训队 因为在跳水方面有着卓越的天赋 郭晶晶12岁的时候就入选了国家队 更是在15岁的时候参加了奥运会 23岁就已经连续获得了两枚奥运会金牌 其中最为经典的 莫苦于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 在这场比赛中 那个被称之为跳水皇后的郭晶晶 以灵水花的入水 夺得了当时的冠军宝座 也就是这一条被称之为 无法超越的经典 更是许多选手争相模仿的对象 不过这并不是郭晶晶最难忘的比赛 让郭晶晶最难忘的是04年的雅典奥运会 站在三米高跳台上的她 丝毫没有任何的紧张 有的只是沉着冷静 起跳 转身 落水 一系列的动作下来 不禁让众人惊叹 简直是大饱眼福 她的动作是那么的轻盈优雅 是那么的迷人 郭晶晶曾在采访中说到 自己至今都还记得 当时她在三米高跳板上 完美地展现出所有动作后 台下有着这样一个人 为她助阵 更是在她完成最后一个动作后 兴奋地站起来高喊道 赢了 没错 这个人就是霍启刚 说起霍启刚与郭晶晶 那就不得不说一下 两人的相识了 04年的时候 奥运金牌选手防岗表演 霍启刚借自己父亲 是香港奥委会主席之辩 频频地出现在 郭晶晶出席的活动 在香港金钟酒店的 欢迎晚宴上 霍启刚还扮成粉丝 接近郭晶晶 更是与其一起合影 不过 在这一期间 郭晶晶与跳水队的田亮 传出了一些绯闻 很多人认为两人在一起了 而亮晶晶这个称呼 也是CP分去的 不过对于这一件事 当事人的回应 则是两人并没有在一起 只是好朋友 直到04年的时候 两人被狗仔队 拍到在一起的照片 才让众人确定 他们两个在一起了 照片上霍启刚 掺着郭晶晶的手 两人净显甜蜜 都说有情人终成眷属 霍启刚与郭晶晶 随后结束了八年的长跑 一直以来 他们两个人的感情 都受到很多人的关注 而他们也毫不吝啬地 向众人分享了 他们的种种故事 从拿到奥运冠军 去参加活动 在活动上 认识霍启刚 再到霍启刚 无论郭晶晶在哪里比赛 他都会抱着鲜花 等待那个所爱的他 在这猛烈的追求下 两人自然而然就在一起了 嫁入豪门的郭晶晶 并没有变得奢靡 反而保持着 自己一贯的勤俭作风 可能很多人觉得 搬来香港 结婚了以后 就会变什么伤难 也没有 我觉得还是照样自己 就连他的老公 霍启刚 为人也是十分低调 夫妻二人相敬如宾 美好的婚姻状态 大概就是他们这样的吧 没有谁依附谁 没有谁仰望谁 他们也成功诠释了 并不是一定要门当户对 才可以 婚后 郭晶晶生下了一个儿子 两个女儿 他们一家人 经常会去逛超市 买一些平价的食物 完全看不出 是有着签满家产的有钱人 从之前霍启刚 为郭晶晶过生日的那张照片上 我们能够发现 郭晶晶的手上 带着一个发圈 就是之前十分流行的那种电话线式的发圈 价格也是很便宜 但是郭晶晶从之前用到了现在 可见她的请柬 不只是装装样子的 记得之前有记者采访她 都已经嫁入豪门了 为什么还要用这么便宜的东西 郭晶晶的回答则是 好用就行 为什么一定要追求贵的东西呢 简简单单的一句话 我们也从中得知了 为什么霍启刚那么的爱她的 从郭晶晶夫妻的感情中 我们能够看出 外表并没有那么的重要 内心富有才是最重要的事 这样低调的人 却执着于慈善事业 当初更是低调的 为武汉捐款上千万 一个是跳水界的精英 一个是商业界的精英 他们两个牵手走过了 无数个春夏秋冬 无论郭晶晶去什么地方 霍启刚都能够牵着她的手 食指相扣不放手 很多人认为 他们这是在秀恩爱 其实并不是 那么牵手的背后 究竟有什么引擎她 其实郭晶晶 为国争光多年 在这期间 夺得了31块金牌 27个世界冠军的头衔 这些荣誉的背后 都是郭晶晶 没日没夜训练出来的结果 要知道 跳水运动员 从几米高的跳台上跳下来 都会有一定的冲击力 而且跳水运动员 往往是头衔接触水面 长期的跳水运动 让郭晶晶的眼睛 受到了严重的损伤 她的视力也下降到了0.2 因为出席活动的时候 戴眼镜不方便 所以每一次有活动的时候 郭晶晶都会佩戴 高度隐形眼镜 而霍启刚 之所以出门 总抓着郭晶晶的手不放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要知道 郭晶晶一直都是 霍启刚最敬佩的女神 曾经有人嘲讽郭晶晶 称她为肥晶 作为老公的霍启刚 在听到这个消息后 二话不说 直接找到那个人 就是一顿暴揍 她的这个举动 也被众多网友力挺 为了自己的妻子 铤而走险 这无疑是一个好男人的典范 也体现出了一个男人的 责任与担当 如今两个人依旧幸福美满 更是被称之为神仙眷侣 不仅不炫富 生活得十分低调 就连婚后也十分恩爱 从来没有传出过任何诽谤 他们的这段豪门婚姻 也屡屡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刚开始 人们并不看好这一对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 郭晶晶如今的生活状态 逐渐成为了很多女孩子 想要成为的样子 最好的爱情莫过于 她在闹 你在笑 她去哪儿 你都陪着了 他们两个的状态 不正是这样吧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了 不知道对于这一段 你有什么不一样的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 想要了解哪个运动员 那就私信小鱼吧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